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F 他说某公司为了响应节能减碳的政策 决定在五年后将公司该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降为目前排放的75% 那公司呢希望每年一固定的比率 就是当年跟前一年排放量的比 逐年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那如果要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那该公司每年至少要比前一年减少百分之多少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请计算到小数后第一位45度 好 以下45度 那这个题目要怎么来做呢 他总共有五年 然后要下降75% 下降为目前的75% 好所以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假设每一年他减少的比率是R的话 那你每一年都一减一减R一减R 那总共五次方总共最后下降到75% 好 所以这个比率就是这样 好 如果你原本是A 那过了一年以后你就是一减R 因为你下降了百分之R 好 那在五年之后你就会一减R的五次方 那75%乘以A A可以消掉了 所以就得到这个市值 那我们两边把它取log以后 你就会得到这个样子 百分之75就是四分之三 那所以呢你这个 可以提到前面来 就是五倍的这个log1减R 那这个是log3减log4 log4就是2乘以log log2啦 log2就是0.3010 那就是0.2乘以0.3010 就是0.6020 那log3是0.4771 好 所以这个减掉大概是这么多 就是大概是负的 0.1249 好 那再把五除过去 就会得到log1减R就等这么多 所以1减R就是10的这么多 那我们应该是要把它变成怎么样 正的小数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有首数跟尾数 好 那首数 尾数是一定要正的小数 所以这个地方要把它变成是0.97502 再加上负1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首数 这个就是它的尾数 那0.97502呢 大概是 可以查表 查表这个地方是要查表 查表查到的是大概是9.44这样 你可以用课本的表 那所以它就变成了 这个地方是10的 -1次方加上log10的 log9.44 那这两个是相乘 相加的时候这两个相乘 所以就是0.0944 0.944 0.944 好 lo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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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消掉之后 1-r就是0.944 所以1-r是这么多 所以r大概是 0.056 也就是百分之五 5.6 所以我们最少 每次要下降 百分之5.6 这样 好 那你会了吗 2-3 22 6 2 5 Bonjour plin Tas